又是晚餐時間了,其實每每講到晚餐大家都很傷腦筋 都不知道要吃什麼,每天吃每天這樣逛 每天要吃但是每天在選到底晚餐要吃什麼 其實那也要看附近的環境,你看旁邊到底是在買什麼東西 旁邊的小吃比較多,你可能要買小吃,如果你在野餐那邊 可能野餐那邊的那種吃的就比較多 那你如果都買便當的,可能你就是都買便當裡的 那那種肉餅,那種的,你就可以買肉餅,有錢的就是錢的 所以,這裡都買便當的,都是那個炸的,還有那個肉根店 然後一些便當的大概已經收完了,那剩下就是泰國店 那個越南店,泰國越南 然後,要走到那個飯花路那邊才有那個其他的店 要不然就到那個秀水的那個菜市場附近才有其他的店 所以,怎麼吃怎麼吃就是都差不多吃這樣的感覺 來,我們看看今天的晚餐 這些炸雞排,是台灣人所有台灣人最喜愛的食品之一 但是,如果有人說他的營養性很不好,因為油炸類 很多都叫我們吃少一點,但是我們就是 感覺說,想要吃就吃,想要吃就吃 但是不能吃太多,不要吃很多 也不要說,為了進而進 就是要吃,我們就去買,但是不要吃很多 這樣就好,但是會記得 吃這個炸雞排,你要做那個 喝的部分,去喝黑咖啡,沒有糖的黑咖啡 還是沒有糖的綠茶,還是青茶 給他圍繩一下,這是我給你們建議 然後,這個有那個花枝丸,這個花枝丸其實蠻好吃的 他三粒,三粒花枝丸炸起來二十塊錢 二十塊錢其實蠻便宜 這個是在那個福星工業區前面有一家叫阿承炸雞 阿承炸雞,這個雞排 這個花枝丸 還有這個,欸這個 這個,是他的那種蠻籽 炸番薯 我很推薦,我很推薦 其實番薯是很營養的東西 蠻籽很營養 還有那個蠻子很營養 如果有人在煮蠻籽才煮蠻子 他可以買 那個蠻籽圓那種,有嗎? 那個蠻籽圓,那種蠻籽圓 那種蠻籽,蠻籽切下去就錢 蠻籽切下去就錢 蠻籽切下去就錢 不是藍米粉那種蠻籽圓還是蠻籽圓 不是那個喔,不是那個 再來,再來我買 我跑去那種 那種 馬雞店去買乾麵 然後買了兩個滷蛋 燙了一個青菜 要燙地瓜葉,他說地瓜葉 它就剩一點點,這樣沒關係 沒有你把那種其他青菜割下去 割下去,這樣是湯 地瓜葉都放下去,不夠的是其他青菜 就是那個小白菜、A菜、高麗菜 有的跟黑白湯 然後買了一個 四目一彎湯、共彎湯 就是這樣 然後我一定用綠茶來解膩 綠茶 所以 今天吃的就是很簡單的 很簡單的 就是這樣 但是 台灣人吃,其實吃得很簡單 但是我們也不要 說我一定要勤 一定要什麼 我感覺吃是很自由的 對我來說 吃很自由 我們不要因為 不想吃 而去浸 還是說 為了減肥去浸 這個 有時候也會傷到身體 我們就是要吃就吃 如果有錢 就買 吃比較好的 吃好一點 但是 油炸吃了之後 我是建議 一定要用綠茶 或是黑咖啡 黑咖啡 綠茶 吸一下胃 油脂看能不能吸 一點點掉 這樣 不可以常吃 不可以每天吃 每天吃也不行 常常吃也不行 就是這樣子 好 節目到這邊 謝謝各位 拜拜